这是一个看似风平浪静的菜园 一个卷心菜里 蜗牛正悠哉地偷吃着菜叶 撒水壶上几只蜜蜂一起喝水 还有高高的西红柿树枝上 三只带带的小青虫 也在啃食着叶子 此学你的表情 一定是你表情包里的第三个表情 这时大葱弟弟传来哨声 是蚂蚁队长正在组织工艺 进攻面前这棵树状的大葱 只见他们钻进提前挖好的地洞 开始松动大葱根部的泥土 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走进了菜园 昆虫见状开始疯狂逃跑 但根本来不及 人人已经在菜园的四周 撒满了打虫药 这下糟了 虫子们要被困在菜园里了 大家看着面前的打虫药一筹莫展 蚂蚁队长赶紧爬上高高的栅栏 吹响口哨叫来小瓢虫 瞧 他带来了一卷胶带 将胶带挂在树枝上 然后扯下胶带粘在打虫药上 完全覆盖后 还在上面用力地蹦打锦下 让打虫药完全粘在胶带上 接着惊轻一扯 胶带连带着打虫药 就这么被带飞了出去 公鱼们趁机会 将大葱摘下运回蚂蚁窝 蜗牛也继续悠闲地吃着蔬菜 整个菜园又回归了平静美好 你们最喜欢菜园里的哪个小昆虫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